好 下一点 音乐抬角 他还特地弹钢琴给恭喜包包听 他会踢踢踢 会很活跃 我觉得他整个在我子宫里面 整个嗨爆了那一次 他很喜欢 他整个是 猫猫狗狗的叫声哪里会有反应 就有一次我们在帮猫洗澡的时候 不要说我虐猫 他是随着他的尖叫声 然后他就踢一下 有节奏的 本来在睡觉 整个帮我踢到行 然后我们以为他的母性在 母性他是 他就是有照顾人的那种心情在 谁哭了 谁哭了那种感觉 照顾者的个性 对对对对对对 哈啰 欢迎大家来到 吐妮狼的频道 我是吐妮狼 现在是我怀孕几周 现在是你怀孕24周多 因为你不记得对不对 我已经开始没办法了 好24周多 这样是怀孕几个月 6个月 怀孕六个月 然后其实我们都有定期看一些 就是孕妇待哪一周的时候 宝宝开始接受什么样的东西 刺激 可以被刺激 那最近的话 其实就是可以开始进行一些 胎教了啦 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进行的哪一些胎教 以及他们上面建议做哪些胎教 我们怎么做这样子 好 走 好来 第一个就是 对话胎教 之前影片就有讲过 我只是不断地嘉奖你 你就是很常在对宝宝进行对话的胎教 对 我都会跟他讲话 比如说你会跟我说 欸 恭喜你现在在动喔 我就会去找 他现在动哪里 我就去找他位置在哪里 对 我就说 哇 很棒啊 有在动啊 很健康什么 会这样跟他讲 又或者是说 其实你每天固定的时间跟他讲话 跟刚刚那一种非固定的 非固定就是如果他踢的什么时候 或者是感觉到我肚子变大的时候 我就会说 我看痛宝宝的肚子变大 代表我过来长大 你也是很败的 痛的宝宝 这一种 固定是对话 就很想写日志 这样 就说 恭喜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啊 今天做什么啊 我跟他宝贝 对对对 我跟他宝贝行程 但我觉得你就比较特别 你就是不太跟宝宝讲话 但是这个情况下 你会跟宝宝讲 就是你在外面 比如说我带他去吃饭啊 外面等你后卫的时候 就会看到很多小男生 跑来跑去 冲来冲去啊 他就皱眉头 还开始摸毒 恭喜我跟你说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啦 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是我非常不喜欢的小男孩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变成这样 因为妈妈真的很讨厌 这样的小男生 我会被大家荧幕前的妈妈们 或是嘴妈妈们抨击说 怎么都跟小孩子讲这些 威胁性的话 嗯 我觉得不叫威胁 我觉得是你告诉他喜好 像我就是跟他说 我喜欢他什么 他这样做我很开心什么的 但你也会跟他表达你的不开心 或者是你不喜欢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 可是我就是那个时刻 就想跟他讲话 对 你就跟他讲话就好了 我觉得他可以感觉到 他可以分辨什么时候 你是开心什么时候 我偶尔时就是会 就是先给他一个眼神 再决定到底 要不要跟他讲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他出生之后 大概很快就可以感应 噢 妈妈要生气了 立刻停止 宝宝很有眼色 好 这就是我们进行的对话抬角 常常跟他讲话 然后培养这个 跟他讲话的默契这样子 对 好 下一点 音乐抬角 又不得不称赞你一下了 他还特地弹钢琴给恭喜宝宝听 其实我是弹给你听 曲目都是你决定的 对啊 你是问我喜欢什么 你才 我才练然后弹给你听 对 因为他如果只要他喜欢 其实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喜欢 但是我会把他定义成喜欢 但是他会有反应 他会提提提 会很活跃 听到喜欢 或是你也觉得很好听的时候 他就会有反应 然后因为我们家是电钢琴 并没有去插什么东西 把它插到什么用成喇叭 或什么环绕式的 所以他声音就是会比较小声 我说电钢琴的声音会比较小声 或者是没有环绕 通常是去听那个音乐会的时候啊 我觉得他整个在我子宫里面 整个嗨爆了那一次 那时候是听他们唱歌 然后他们还有 乐器演奏 他很喜欢 他整个是 不叫你摸 有 他整场都在动 我就一直这样摸 就 天啊 好可爱 就很像前面音乐喇叭在震动 然后我肚子一直在 真的 动 我就感觉非常深刻 他非常的激动这样子 猫猫狗狗叫声大会有反应 就有一次我们在帮猫洗澡的时候 不要说我捏猫 是因为他弄到屎或者什么 得把刚才把它弄掉 对 他必须要赶快洗掉 洗一小段而已 洗个啼啼这样 他会尖叫 我跟你讲 他是随着他的尖叫声 然后他就 踢一下 有节奏的 本来在睡觉 真的把我踢到行 真的 然后我说 你刚才帮我洗澡 他对那个 猫叫声有反应 对 他肯定有他的母性在 母性 他是 就是他有照顾人的那种心情在 谁哭了 谁哭了那种感觉 照顾者的个性 对 对 然后听到迪士尼 我们最近有看 就是回顾迪士尼的一些 电影卡通 然后有音乐的时候 他也会 很喜欢那个主题曲 我觉得这个时间段 其实让小朋友去听一些 东西是 蛮有趣的 不同性质的声音 有那种自然的 然后乐器也分很多种 对 包含你唱歌 对 我们唱歌的时候 有时候直播会唱歌 你唱苏惠仁的鸭子的时候 还有T 很复古吧 而且你知道我是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绪是一个 澎湃的感觉 那他澎湃的时候 你会当下是喜欢 跟他一样喜欢这个音乐 其实我有点不知道 这个机身单的单身机 到底是因为我喜欢 所以他踢踢踢还是说 他也喜欢 对 就是我这个人跟这个baby 像是连结的那种感觉 就是同步的 对同步的 他们是蓝牙 蛮蛮可爱的 这个配对蛮可爱的 对啊 这就是我们进行的音乐抬角 然后就是听各式各样的东西 对 不同的声音刺激 他都会有反应哦 如果你很想看我们的影片 请不要吝声按下订阅 小小的举动大大的帮助 订阅 OK好下一个就是 故事胎教 故事胎教其实建议是在 宝宝开始脑部发育之后 很多人会开始 想要读一些故事给他听 那这个故事其实 不限于说一定要童话故事 也可以是 什么佛经吗 或者是什么小说啊 这一类这样 但是建议说妈妈喜欢 其实也就是也可以 就念 只要妈妈想念就念给他 对 什么都好 那就是想说看能不能刺激 因为宝宝大脑在发育吗 有机会可以让他 记忆啊 思考啊 可能会有点帮助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就要 立刻是让我们第一次的 进行故事开轿 然后这本书是我选的 我们在选书的时候 我们去二手书店 选书的时候我还跟他说 你现在不要跟我说这个结局 因为我很好奇这个故事 是我自己挑的 OK 好 就念一个新的故事 他念故事很生动 我很喜欢听他念故事 韧性的暴容 还是你要 爱嫉妒的迅猛龙 爱嫉妒的迅猛龙 你想听这个 对 因为这是我们家万岁最近的状况 所以 我肯定会有感觉 爱嫉妒的迅猛龙 渣渣是一只开朗的迅猛龙 她一天到晚都开心的玩耍 渣渣最爱她的妈妈 因为妈妈会陪她玩 还会讲故事给她听 看到没有 那妈妈呢也非常爱这个渣渣 每天早上渣渣醒来 妈妈都会抱着她 亲她跟她说早安 渣渣就会觉得好快乐 今天好开心喔 那到了晚上的时候 妈妈也都会搂着渣渣亲她 跟她说晚安 这样渣渣整晚 就会睡得很香很甜 那有一天傍晚呢 渣渣和妈妈在回家路上 发现了一只在哭的小恐龙 妈妈呢 和妈妈走散的小恐龙 哭得很伤心 而这只小恐龙 它叫做皮皮 它是一只戚恶龙 我也不知道戚恶龙是什么 但没有关系 它就是一种恐龙 然后跟渣渣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恐龙 皮皮说 它本来跟家人一起走 但后来 因为追 追蜻蜓 就会和家人走散了 不要担心 皮皮现在天快要黑了 你先跟我们回家 慢慢地再找妈妈吧 渣渣的妈妈很温柔地说 那渣渣的妈妈呢 就这样收留了皮皮 并且对皮皮呢 就跟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每天早上 她也会亲吻皮皮 跟她说早安 哦哦 晚上的时候呢 也会亲皮皮 跟她说晚安 那就三只恐龙这样一起睡觉 好开心哦 可是没有多久 渣渣就开始不高兴了 她不喜欢她妈妈对皮皮这么好 所以她晚上开始睡不着了 那妈妈就发现了 她就说 你怎么了有心事吗 渣渣就说 你对皮皮这么好我不开心 皮皮听到了 她就很难过 自己走开 就到旁边自己睡觉 很可怜这样 渣渣的妈妈还是对皮皮很好啊 皮皮饿了 她就喂她吃虫 渣渣看了就好嫉妒哦 嫉妒到不行 渣渣你为什么不去找食物 你不会饿吗 她妈妈就问 然后渣渣就说 我也想你喂我啊 她妈妈就说好吧 所以她就喂渣渣吃虫 渣渣非常嫉妒皮皮 因为她妈妈花太多时间照顾她了 渣渣就心想 所以第二天 她趁妈妈第二早出门的时候 自己走去树林 在树林等妈妈来找她 但是等了很久妈妈都没出现 那怎么办 谁叫她那么早出门 这妈妈一出门就马上去 妈妈很忙欸 对啊 妈妈很忙 太早出去了不行 OK 好 天黑了 妈妈怎么还不来 渣渣又冷又饿 她眼光泛泪 开始了解皮皮 和她妈妈走散的心情 是多么无助的 渣渣你在哪里 远处从来妈妈焦急的声音 妈妈终于找到渣渣了 渣渣飞快地朝妈妈的声音跑去 边跑看到妈妈的时候 就抱着她 扑到她怀里说 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她妈妈就抱着渣渣温柔地说 怎么会呢 妈妈很担心你喔 皮皮已经找到她妈妈了 但是她没有回家 因为她想要先来找你 好感动喔 皮皮好感动 皮皮看到渣渣没事就很高兴 三只恐龙快乐地回家去 嗯 渣渣往旁边挪一下空处的位置 和皮皮一起睡在妈妈的怀里 妈妈还没有亲吻渣渣 渣渣就先亲妈妈说 妈妈晚安 渣渣又对皮皮说 亲爱的弟弟晚安 然后亲了她一下 这个晚上三只恐龙拥抱在一起睡 梦特别甜 啊不是 她不是已经找到妈妈了吗 她们就是还想要再过一个晚上 然后我觉得这故事很感人 很想哭欸 我现在是孕妇心态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你看我了 你为什么会很想哭 就觉得很感人 真的喔 嗯 你看我的眼睛 好啦 那她有在动吗 有 她也很喜欢这个故事是不是 我觉得这故事跟我们家狗好相 就是爱基督 嫉妒太极啊 我都不想说 她那时候我花那么多时间照顾她 只有猫都没有嫉妒她 真的是 她现在就跟这只爱基督的迅猛龙一样 这故事都跟她很像 好 这就是故事抬角 第四点 俯触抬角 就是如果宝宝踢得很大力 或者是她一直动动动的时候 也不见得让她很大力 就她一直在动的时候 另一半就可以一个 这肚子跟宝宝说说话 然后摸摸她踢啊 如果说她真的踢得很大力 让妈妈不舒服的话 也可以跟宝宝说 我们不要再这样 这样让妈妈很不舒服啊 都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啊 跟她商量一下 你平常就会这么做欸 这边的建议是说 辅助的时间不宜过长 每天就是二到三次 然后每次五分钟左右 过这么久吗 我就可能三分钟吧 就摸一下 摸一下 就差不多啦 摸摸她这样讲话这样 可是因为她好像也还好 没有到让我觉得不舒服 你是不是现在还小 哦 可能是 对 然后还有就是 她说动作要轻柔 就如果胃啊 她真的长很大 肚皮会看到鼓起来之后 也不要给她这样回头去 你摸她还会回你欸 对 我之前摸她的时候 我这样亲切摸她 她就 很可爱欸 然后如果说宝宝圈踏脚踢 或者是有不规律的供缩的话 要马上停职 观察 曾经发生过早产 或者是产前出血 早期供缩的话 就不建议这样做 可能刺激吧 我好像都还好 我的感受都很 一般以及正常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我可以继续做 而且医生也有帮你看过 就是你没有这个状况 对 反正就是 都可以再和医生讨论 然后还有就是 光照抬脚 其实就是她现在开始 对这些明暗啊 是有感应的 所以如果白天的时候 可以出去走走 就是去感受一下太阳啊 或是什么的 然后我之前其实在IG上面 也有看到其他孕妇 就是用手电筒 她这上面也有建议说 可以用手电筒 有点像是说 贴在肚皮上 然后跟她直接的进行互动 然后大概一次就是五分钟 跟刚刚的这些一样 就是你不要 但是这个我们还没做过 就我们现在可以来试试看 好 她说微光 她不能太亮 会怎么样啊宝贝 她会踢踢踢吗 不知道欸 她说要闪 就是明亮明亮明亮 好好好 这样好好好 好 来来来 那我的衣服会阻隔这个光吗 不至于吧 她觉得我很烦是不是 没什么感觉 是说她也不一定要反应了 哦 是这样啊 不是吗 你只要有刺激她就好了 她有被刺激到 她知道 她就 哦 好亮喔 刚刚这里有微微动一下 我觉得她可能还是对就是 听的东西比较感兴趣 目前啦 但是我之前看人家 就是孕妇在做这个的时候啊 就真的去找她 但她是直接是隔着肚皮 就是她没有像我穿 还穿着一件衣服 那你就看到那个 肚皮会有一点透透的肉色 哦 会穿过去的感觉 然后就也会这样 叮叮 可能过一段时间 就做这个可能 就是会跟她其他互动 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今天穿的这个 衣服的关系 等一下我把她掀起来看一下 好好好 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些 我们就是如何进行抬角 以及她的 给我们的回馈 其实小生命在生命中 真的是感觉很奇特欸 你小生命在生命中 但是小生命在身体中 的感受真的是很奇特 就是你会觉得说 我之前很常跟你分享说 就跟你丢球过去 有没有要丢回来给你 那种感觉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她开始丢球回来给你了 对 你知道我觉得我最有感的就是 那时候我不是每天都会 摸肚子跟她讲话 她开始有抬动的时候 边摸边讲话 就一开始很微很微的时候 然后我还会戳戳看她 她就回我 我觉得这种感觉很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很小很小 她说她几乎要用嘴唇 就是因为手的触觉 可能没有那么 灵敏 她说要用嘴唇 她才有办法感受到她的回应 这样子 但是后来我用手戳 她还会回我的手 就越来越大力 就觉得她会回我 对 如果有怀孕的大家 或者是在感受新生命的大家 或是跟我们一起感受 这个小生命的大家 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这样子 对一起抬招 像我们就发现 她其实蛮喜欢音乐的 那感觉是很有成就感 就是仿佛 你只要经过一个地方有音乐 她就是会一直回馈 你一直回馈 对 这样子 那她是个音乐小才子 妈妈就会开始有一些 不确实际的幻想 幻想 好啦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了 你还没订阅我们 记得要订阅我们 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想要说拜拜